此国混得很惨,周围自国都是死敌,既不靠海,又没有强国保护,亚美尼亚,是一个位于亚洲与欧洲交界处的外高枷锁地区的国家,位于黑海与离海之间,西林土耳其,北林格鲁吉亚,东魏阿塞拜疆,南接伊朗,亚美尼亚的生存环境不好。 首先,亚美尼亚不靠海,距离黑海200公里,距离地中海更是上千公里,就算是不算海的离海,也有200多公里。 亚美尼亚主要信仰基督新教,但是周围四个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,再加上与邻国之间的国界争议问题,成为高枷锁地区动荡不安的火药库地带。 从公元八世纪开始,亚美尼亚国家先后遭受过阿拉伯人、希腊、达达人的侵略。公元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又被土耳其瓜分,1915年,土耳其对境内的亚美尼亚人,进行了残酷的灭绝性屠杀。 1936年成为苏联加盟国之一,格鲁基亚和阿塞拜疆,都处在中亚、离海至欧洲的要塞上,所以,美国很重视两国。 科亚美尼亚倒霉催的,偏偏不在这条要塞上,虽然距离极近,所以也没有大哥罩着。